吴京作为非常有名的武打明星 近些年 他在娱乐圈里名号可谓是响当当的 他在观众心中呈现的是一个爱国的男人 在影视剧中出演的角色也是这个样子 吴京出道已经很多年了 年轻时候的他长相非常俊朗 是一个十足的阳光帅个模样 受到了非常多观众的欢迎 他出生武术世家 小小年纪就获得全国武术比赛的拳枪刀冠军 而他这几年真的是太突出了 不仅做演员做得好 做导演更是优秀 为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经典的影片 从最初在香港拍的一系列小角色 到2008年的第一波自导自演的狼牙 开始进入了广大观众的视线 再到2015年的战狼 2018年战狼2 这一战狼系列的上映 可谓是让吴京一夜爆红 吴京在这一系列的剧中的表演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不过令人感到非常喜欢的是 他的演技还有他一个军人的气质 让人觉得非常干净非常的舒服 更重要的是 他带给别人的作品都是很正能量的 后来还主演了攀登者 流浪地球等诸多电影中铁血男人形象 使他成为人们心中的爱国硬汉 从战狼2以后 吴京就成为了国内的票房一哥 票房号召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用大家的话说就是 吴京是一个很少没有黑粉 没有绯闻的演员 但事实也是这样的 吴京的各个方面的确是非常优秀 但如今吴京的票房虽说超过了200亿 但是论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李小龙依旧是第一 关于李小龙 无需做过多介绍 他的功夫电影 他的武术哲学 他的传奇故事 他的短暂人生 已经广为人知 当年李小龙凭借功夫电影 藤山大兄建立自己的名声 并且随后又通过电影金武门 猛龙过江进一步奠定了 其在影坛的地位 他是一代功夫之星 创立了节全道 将中华武术文化 弘扬到全世界 更是让功夫一词尽如因为词典 至今依然影响深渊 或许有人模仿 学习李小龙 但至今为止 李小龙仍是一位不可超越的传奇 但几乎每一个中国功夫明星身上 都有李小龙的影子 成龙 曾子丹 吴京无一例外都将李小龙奉为偶像 不得不说 李小龙的出现为功夫片开辟出新的道路 也让西方国家认识了中国功夫 而且也有好多的外国有人学取了中国功夫 曾经就有记者问过吴京 他和李小龙的功夫水比较好 是否能够打过对方时 吴京却表示自己是不敢跟李小龙相比的 听到他脱口而出的回答 人们也觉得吴京是一个十分谦虚的人 吴京做过配角 当过主角 变成人间冷暖 但不忘初心 始终坚持为观众打造最好的影片 哪怕是倾家荡产 因为这是一种信仰 如今吴京不仅事业上顺风顺水 在婚姻生活上也是非常幸福美满 与主持人谢南结婚 婚后的二人世界更是幸福甜蜜 献杀旁人 并很快拥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 最后祝愿吴京在演艺道路上能够越走越顺 也希望他和他的妻子谢南依旧幸福永久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